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諾曼的髮型頻道 那我們今天開箱就是我的工作地點 還會介紹一下我的夥伴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頻道 先訂閱我頻道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開始 GO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諾曼第一間的SALON 諾曼的SALON位於台灣的台南北區 我們123館都在這邊 那我先為大家介紹了第一間 這也是諾曼創業的第一家SALON 然後我們店教有造型空間 那我現在邀請一個我很重要的夥伴 來跟大家介紹有造型的理念是什麼吧 我們歡迎他 好那我們歡迎肯尼的部分 哈囉 肯尼的話是我在高中時期 我們一起學美髮的時候 當喜頭小弟就認識的 我們請他來介紹一下有造型的理念是什麼 哈囉大家好我是肯尼 有造型的理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希望有一群相同理念的人 在這邊發揮他的專長 然後追求共同的夢想 這是我們最想要追求的東西 好那今天啊除了介紹環境之外 我會介紹我的所有夥伴給大家認識 欸 拜拜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我們這裡的櫃檯 你會發現啊 這一間的風格會有一點木質調 然後帶有一點點黃色 有看到黃色線條啊 就是我們公司的形象色 來到有造型 你喝咖啡的話都會有這種杯子 他會有我們LOGO的杯子 好那跟大家介紹一下櫃檯這位設計師 他是莎莎 然後他是我任職大學獎師的時候 他是那個班級的班袋 然後現在是我們有造型的設計師 好那我們現在往後走吧 現在來到我們工作區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調藥區 這裡我們有我們所有系列的品牌的藍膏跟藥水 然後我們設計師呢 也是在這邊做一個藥水調配的部分 比如說要幫客人染頭髮 我們會去做顏色的配置 要燙頭髮藥水的選擇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藥水區 好 你要跳大力一點 來 真的要跳嗎 我們一起跳 1 2 3 好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有造型創辦到現在 他是第一個來應徵的助理 他叫安博 不是我不是第一個吧 不是嗎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大弟子 那他現在也是我們初階的教育講師 嗨 我是大強 大強是什麼 就是生活到現在的大強 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 你不會剪掉嗎 不管你怎麼剪 拜拜 好那現在來到我們一館的洗頭區了 這些就是我們在幫客人做洗頭 然後做沖藥水的地方 然後我們客人就可以很舒服的躺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做洗頭 SPA的動作 那我們後面這裡啊 都是我們所謂的專業洗髮精 比如說你今天是要來洗髮跟剪髮的 我們就會有頭皮去油的有舒緩的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燙頭髮的 我們有針對燙藍食用的 那以上這邊都是我們開屏下去 給所有客人體驗的產品 這裡是萊雅 巴里萊雅專業的 那像這邊是Nook專業的 然後這邊有很多的護髮 包括我們很推薦的金幻魚 也都會在這邊讓大家做使用 好那我們就去下一區囉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我們 一館唯一一個產品櫃 一般Salon他都會有展示一些洗髮精 啊有的沒的 那我們那時候在創辦一館的時候啊 就會想說我們不想要那麼商業 我們想要展示一些我們自己做的藝術品 那以上看到這些藝術品啊 都是肯尼他在這些年做的一些創作 這邊啊唯一展示出來的產品 就在這裡 沒錯 並不是這四隻特別厲害 是因為我們寧妮呢 覺得他顏色很漂亮 然後就把它擺出來了 好啦那我們就準備去下一段了 GO 好那這邊呢有沒有看到我們的鏡子 這邊的鏡子的設計啊 都是那種大型臉身鏡 總高度222公分 那你有沒有發現旁邊都有一些切角 這個呢就是我們屬於 LOGO的部分 我們希望客人在每個區域 每個環境 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形象風格 然後我們今天順便邀請另外一個人 進來跟大家做採訪 沒錯就是他 就是我們一館的設計師芒果 哈囉我是芒果 對他是從澳洲 你之前去澳洲哪裡 Morban 他在澳洲Morban回來的設計師 那也是我們肯尼的親妹妹 然後他本身是一位造型師跟彩妝師 然後也是一位髮型師 那如果大家喜歡他的作品的話可以去追蹤他 掰掰 我們現在來到一間髮廊最重要的地方了 看一下後面這邊 這邊就是我們所謂的背景板 背景板就是他可以放下很多顏色的背景紙 我們可以去拍攝我們幫客人做完的髮型 然後拍張很漂亮的照片 像這一盞啊就是環形燈 就是我們簡稱的網美燈 那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就會開這種燈 然後就會像這樣把這個紙放下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像這樣的效果 那因為他這種都是純電動的 所以他放下來效果非常的快 像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拍一張照片了 好吧 好啦那最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上去就是我們的二樓 那Rulman有一支設計師PK大賽 如果沒看過那支影片的話可以點這裡 就是我肯肯你的PK教學 我們就是在二樓做拍攝 好那一館大概就是這樣的環境 那我們接下來去二館跟大家做分享吧 GO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了我後面這裡 白白的然後一個很大聲的LOGO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我們的有造型二館 那有造型二館呢是創辦於2019年 那時候會創辦這家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一館的位置一二樓加起來 不夠我們所有的誰之座 所以我們就在附近有規劃了一間 那我們一館到二館的距離騎車大概就是三分鐘的車程 二館現在也是我們的教育中心 這邊也是諾曼工作負責的地方 所以來帶大家來認識諾曼平常工作的位置 GO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二館裡面 然後又有看到這是我們的一個形象牆 對我們每一館都有這樣的一個形象牆 包含這裡新設計的產品櫃 我們這裡終於有產品櫃了 對就可以展示一些我們客人喜歡用的法品 然後這邊也是諾曼平常工作的地區 如果有在看我頻道 基本上前十幾二十支我們都是在這邊完成的 然後這邊呢我帶大家看看它整個的環境跟配置 走吧 好那這邊就是諾曼平常工作的地方了 大家對這鏡子跟背景應該蠻不陌生的 然後這邊總長度呢大概就是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都是我們的工作區 那如果我們在禁修的時候啊 這些鏡台全部都是可以側開的 所以我們所有人一二三館人都來到這邊做禁修 然後這邊總共位置數有三十幾個 所以我們這邊如果全滿的情況下 大概可以容納五六十人在這邊做工作 為大家介紹下一個區域 好那現在來到的是我們二館的形象櫃台 我們你會發現一館跟二館的色調跟風格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這邊呢我們偏向比較前衛時尚一點的感覺 就整間就是很白色 然後跟大面積的黃色的效果 這就一個Lumber 2的一個二館代表 然後這邊呢有一個很潮流的一種霓虹燈的 有造型的形象 這就是我們整個二館你一進來就會看到的畫面 然後這一位呢就是我的特助 那他也是接下來要考核設計師的一位 他叫Will Aytan 嗨 大家好 好那我們就進去去裡面囉 走 一定要 每一個畫面這樣跳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二館最重要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工作區 這邊我們設計啊 他就是一個很霸台的一個概念 可以在這邊調藥水可以在這邊 那現在後面看到就是我們 所用的染膏的品牌 然後我們用的一些藥水啊 跟這些 那剩下庫存呢全部都在這下面 然後包含在裡面也都是我們的庫存區 所以這邊其實是一二館裡面 最豐富的一間店 就是藥水品牌最豐富的一間 因為我們很多廠商會把藥水的東西 寄來這裡讓我們做測試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所謂的色卡本 就是他要挑選的任何顏色 都在這邊 各種 其實髮廊應該都會看到很多這種 然後我們有各家各品牌各系列的藥膏本 那另外一邊呢 來我們帶大家看看另外一邊 這邊就是我們專門為客人 準備的咖啡茶點區 都是我們免費提供給客人做食用的 然後還有一些餅乾跟點心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去下一區域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二館最重要的 也是最放鬆的地方 就是沖洗區 這邊呢客人就可以很舒服的在這裡 做個洗頭啊 SPA療程 那後面這邊 比如說像CAMERMUFFY 然後LAYA 這些都是我們給客人做使用的產品 然後你會看到我們每一館 牆上都會有一些形象畫圖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參加世界賽所比賽的作品 那我們每年度都會參加一些美法的比賽 是國際性的 那我們就會把這些作品投稿出去 那如果有真的很不錯的作品 我們就會把設計放在牆上 讓大家做欣賞 好那我們就繼續去下一區吧 GO 哎呀 好那大家看到這個區域呢 它有沒有像是一個會議桌 對這邊是我們設計來讓客人啊 然後燦爛等待的時候 可以在這邊停留藥水 然後或者上捲子加熱的一個等候休息區 你可以在這邊充電 可以在這邊吃東西 可以在這邊用筆電看書都可以 所以我們前後都有兩大區這樣的設計 然後客人就可以在這邊很放鬆的 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有沒有發現這邊的空間非常的大 非常的舒服 那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是我們設計在於做培訓教育的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Let's go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最重要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Yumi 我們二館複色的餐廳飲食 它也是網路上非常紅的一家早午餐 它負責就是有炸物啊 拼盤啊吐司跟鬆餅 那這是我們客人非常喜歡的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想要來做頭髮 你也可以從大門直接進來從這一網上去 就可以去享用你的餐點 那上面一樣是採取預約制的 那接下來帶大家看看裡面的環境吧 Go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二樓的餐飲部了 對有造型餐飲部 Yumi 好那如果你是維尼粉的話 這邊很多老闆娘收集自己的小物 可以來這裡看 那主要用餐地點就是在裡面了 這邊就是一個簡單的餐廳環境 那大家可以在線上做預約 然後在這邊吃飯或者來動頭髮的時候 也可以跟我們設計師點餐哦 但只有在二館才有 然後最後我帶著大家去看看我們 每一支影片產生的地方就是我們的行銷部門 走 哎呀 好這邊就是諾曼平常影片在出場拍攝的地方 它就是有一個乾淨的白牆 那我們有所有的攝影器材 那這邊除了諾曼在拍攝之外 我們團隊內的設計師如果想要拍一些比較好的作品 比較精緻的作品 也會到這個攝影棚來拍攝 只有所謂的攝影燈具 跟所有的攝影背板都可以做使用的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的桌子啊 如果你在線上做預約 或者是諾曼的影片剪輯 全部都在這裡完成 那大家有看到 這就是我收集的公仔啦 我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這個叫做魯夫 這個叫香吉士 他叫索隆 好啦 介紹完畢 新團圓 我覺得這部這裡要剪掉 不然會被我老婆罵死 這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沒有其他地方啦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 我介紹一下我們餓館的重要成員 給大家認識啦 GO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餓館的攝影師 他是歐文 那他是一個非常日韓系剪輯的一個攝影師 對 你有造型多久了 快一年 快一年 對 他來快一年 被我們虐待快一年了 好啦 那我們就介紹下一位啦 GO 好 那這是另外一位成員 他叫 Kingston 嗨 大家好 我是 Kingston 對 他也是最近剛加入有造型的 他從台北回到台南 你擅長風格是什麼 擅長風格 剪男生的頭髮 然後跟湯個 剪女生的頭髮 都蠻擅長的啦 就是湯頭髮也蠻厲害的 自己說這樣 對 好像沒有什麼不擅長的 好啦 那我們就介紹下一位啦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二館 其中一位靈魂人物 他就是Vic 對 哈囉 很臨時 很臨時 好 你繼續剪頭髮 然後他是我們 也是我們教育部的一位負責人 他就是主要負責 剪法教育的部分 那下次我會約他一起來 跟大家做教學的影片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我們下一間 今天最期待的 三館 Let's go 嗨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我們三館 今天在辦開幕派對 那為什麼會有第三館 就是因為 我們二館的人員又坐滿了 又有一群很強力的設計師 要一起加入我們有造型 所以我們合作一起創辦的 有造型三館 這裡的話位置在東風路上 在成功大學的對面 然後非常粉紅色的一間網美店 我們先介紹裡面的環境給大家看 GO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 三館的裡面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一次的LOGO牆 他是用麻繩去做出來的一個設計 因為他主要是色調上的問題 這一次這一間的顏色 是大部分粉色調 是一個非常少女一個風格 我們就是想要帶給大家 每一個環境 每一間沙龍都有自己的特色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有造型的櫃檯 你會發現後面 DISO 幫我蹲下去 蹲下去 你會發現整個櫃檯 從成型到設計面 都非常有我們有造型的風格 然後這邊呢 這樣可以起來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有造型商館的負責人 DISO 對 然後他也是我們的資深夥伴 嗨 大家好 諾曼的粉絲大家好 然後這是我們今天的活動 等一下在活動開始的時候啊 可以直接抽我們有造型的現金券 好 那我們來介紹有造型山館 另外一位很重要的靈魂人物 GO 那我們進來了 好 這一位呢 在我旁邊這一位就是 有造型最新加入的超強的生意師 沒有到超強 然後他叫公春來 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公春 然後 這是我剛來有造型的 好 然後他也是我們山館其中一個負責人 那你現在來做什麼 我現在來擺我們 上 呃 廠商贊助的飲料 日拓商行 來看一下 哦 在台南嗎 對 日拓咖啡 然後它是一個結合汽車美容的 就是你可以洗車的同時 你可以同時用等待的時間去吃他們的餐點 跟喝他們的飲料 哦 對對對 一個業配 可以 在台南四泳商區 鎮南一街105向35號 有沒有覺得自路的毫無違和感 好 那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覺得山館最特別的 靜台 這靜台是我們在討論過程中 討論最久的 因為我們以前的靜台都是長形跟方形 那這次的設計呢 它是圓形設計 然後它很特別就是 客人用完美美都會想拍一張照片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圓形燈的補助 來 大家看一下 亮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厲害 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山館的夥伴吧 好 那我們這是 這是我們山館的設計師 他叫貝貝 哈囉 我叫貝貝 那他也有自己的頻道哦 你的頻道的名字叫做 好 夢遊少女貝貝 對 專門在分享什麼東西 髮型跟彩妝 穿搭 對 他的頻道 蠻有自己特色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謝謝 他也是從我們一館到二館到三館的設計師 所以他也算是蠻資深的一位 然後他的風格的話是很有個人特色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追蹤他的IG 好 那我們就下一位啦 IG在這裡 一定要在這裡嗎 一定要在這裡 一定要在這裡嗎 好啦 我們IG在哪裡 我們的IG在這裡 好 放在這裡哦 好 一二三 裝 好 那這是我們三館的另外一個超美的大美女 她是小潔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潔 那你擅長的風格是什麼 擅長的風格的話是女生的短髮 跟男士剪髮還有燙髮 對 反正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 可以 男女同吃 好啦 歡迎來三館找她 那我們就下一位了 嗨 然後這是我們另外一位小美女 她是Mona 哈囉 我是Mona 她是無直角美女哦 她跟她講 她兩邊都很漂亮 是沒有啦 你幾歲 22 這是我們團隊的新生代設計師 也是非常搶手的一位 那你最擅長的風格是什麼 水波吧 水波或者是復古卷 什麼是水波 就是像那種 我幫你副圖片 好 圖片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年輕女生想要找你燙水波 我發現很多耶 應該是我的風格吸引她們 因為我比較喜歡那種 可能如果要燙水波比較復古的女生 可愛的女生跟有個性的女生 對 會幫你設定風格 對 其實他們每一個人燙出來的水波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她今天穿的很甜美 那燙出來的水波就是甜的 對 如果她今天穿的風格 成這樣這種很酷的 對 燙起來就是酷的 了解 好 那我們感謝她的訪問 掰掰 好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間店的 準師也是我們技術師的部分 他們就是在 準備當設計師的這個階段 那你叫什麼名字 插藥 插藥 你做多久了 在美髮四年多 四年 她之前有當過設計師 然後來這邊再整個學習一下 對 那你咧 三年 三年 她也快升設計師了 他們都是接下來我們新一代的 新秀設計師 好 那我們就到這邊了 掰掰 嗨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三館的重要人物 就是我們的行政 迷子 嗨 大家好 好 那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開幕的流程有什麼 我們今天開幕等一下會有 抽獎 跟轉盤的活動 然後等一下還會有一些餐序 可以一起來享用哦 好 那我們感謝她的採訪 我們就接下來看活動內容吧 GO 好 那我們今天活動到這邊就差不多結束了 如果大家在台南想要換髮型的話 可以私訊這邊 我們有造型的官方粉絲團 然後她會幫你安排123館的預約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幫我按一個喜歡 那這邊會附上我的IG跟FB 這邊有微信跟LINE 有任何問題可以私訊我 或跟我預約 我們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 掰掰